大家好,我是魔法创作室,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 家里面的这种小白瓶子不要扔掉了,简单改造一下,放在厨房里面,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,全家老小都抢着用呢,既省钱又使用,像这种装了药丸的小白瓶子。 相信家家户户都有许多,每一次里面的药丸吃完之后啊,这个小白瓶子就当做垃圾被扔掉了,这样也太浪费了。 其实,我们只需要把它简单地改造一下,立马就变费为宝,全家人都抢着用,并且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。 先来看它的第一个神奇妙用。 首先,我们准备一个小白瓶,把上面的盖子拧下来,拧下来之后,我们就能看到瓶口处上面的,这一层锡纸一样的东西。 这一层主要是防止里面的药物受潮所设计的,具有很好的密封以及防潮效果。 我们先用手把它撕干净。 不要处理干净后,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种的小瓶子。 先放一旁备用,瓶子处理好后,现在我们来处理瓶盖。 找一个家里面,这种比较粗的尖尖的针,总之比较锋利尖锐的东西都可以用到。 接着我们将瓶盖翻过来。 我们用到的小白瓶,要越小越好,取出来之后,挑出来之后就不要了。 把瓶盖盖进瓶子上面。 接着用我们锋利的针,在瓶盖的最中心位置,戳上两个小孔。 小孔是有数量的哦,只能戳上两个孔,不能戳太多。 而且还要特别注意,这两个小孔一定要在瓶盖的中心处。 位置好之后,从顶部平面来看,有一点像一颗钮扣的样子。 然后把瓶盖拧下来,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颗钮扣呢。 接着准备一根,特别粗的特别结实的线。 我这里用的是米袋子上面的封口线。 然后在手指上面涂抹一点水,在绳头处轻轻地搓一搓。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把线头穿进我们搓的小孔里面了。 穿进来之后,再从另一个小孔里面穿出去。 这里不要用太细的绳子哦,一定要用越结实的越好。 绳子穿进来之后,我们在瓶盖的里面打上一个死结。 打好结之后,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种的瓶盖。 从盖子的外面一拉扯,线就完全出来了,就得到一个棉线提手。 盖子做成这样之后,我们再把它拧回小瓶子上面。 拧好之后,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种可爱的小瓶子。 接着我们再取出家里面的钥匙串。 钥匙串家家户户都有吧,不管是出门还是回家。 我们都得拿着它才能进家门,是我们每天都会随身携带的。 一个物品,这个时候我们找准钥匙圈,把我们自制的这个小瓶子棉线处,把它套进钥匙圈里面。 这样一来,我们的瓶子就被套在钥匙上面了。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可爱。 像一个装饰品呢,其实它除了可以用来当作装饰品之外。 还有其他神奇的妙用,我们把瓶子拧下来。 生活中有不少人,都会有一些,每天必须随身携带的一些贴身药物。 而这些药物在重要的时刻,是可以救命的。 除了一些年轻的朋友之外,还有一些老年朋友,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药物。 但是很多时候,在关键的时刻就找不到了,或者是出现药物丢失的情况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如果药物找不到或者是丢失了,就可能会出现特别严重的后果。 而有了我们自制的这个小药瓶之后,我们就可以把自己,每天需要携带在身上面的药物,装进去把它挂在我们的钥匙扣上面。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,因为钥匙是我们出门和回家,都必须要随身携带的一个物品。 把药罐子吊在上面串起来,不仅非常的漂亮好看,而且还能以备不时之需,再也不会出现药瓶药物找不到,或者是丢失的情况了。 怎么样,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? 这样的药瓶,我们不仅可以挂在钥匙串上面。 像我们的自行车啊,孩子的脖子上面都可以挂起来,它非常的小巧看起来,也非常的美观,十分不错哦,除了这个用处之外,还有一个更好的用处哦,继续跟着视频往下看吧。 第二个神奇妙用,先将小白瓶的盖子拧下来,我们取出一根扫把毛,然后呢,将它对折一下,形成一个折痕。 现在我们将扫把毛放在瓶盖上面,然后利用胶带来把它固定起来,就可以用这方法来穿针引线了。 先把针放上来,然后呢,再把线穿过去。 您看看是不是已经穿进去了,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,都是熟能生巧,用得多了,掌握方法。 掌握技巧,就会非常轻松地把它做好。 借助于这种小白瓶子来穿针引线,真的很实用,也是非常轻松就把线给穿过去了。 非旧小药瓶的第三个神奇妙用,和之前一样,我们先把盖子里面的这一层硬壳纸,取出来。 接着再把盖子盖回瓶子上面,然后用这一颗锋利的针,在瓶盖上面戳几个小孔。 一般这种小白瓶的盖子,都比较柔软,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戳,就能戳出许多小孔。 戳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安全,不要戳到自己手上面去了。 搓出来的小孔可以密集一点,密集一点的话用起来会更方便,更好用哦。 搓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 那么到底有什么用呢? 这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将家里面的一些调味瓶,装在里面。 装之前我们一定要注意,瓶子要用热水反复地多冲洗几次。 烫一烫,然后将里面的水分晾干之后。 这个瓶子才可以用哦,可以装盐,可以装味精,花椒粉,胡椒粉等等都可以。 拧紧之后就可以用了。 我们来试一下,轻轻一洒,食盐就出来了,而且非常的均匀,不会出现有的地方多,有的地方少的情况。 这样我们在用盐的时候,就不用担心一下子放多了。 尤其是在做烧烤,或者是烤肉的时候,用起来别提有多方便了。 我们想一下,专门花钱去买一个调料盒,少则要几块钱,多则要十几,几十不等,而用我们自制出来的调料盒。 既省钱还特别实用,并且是废品利用。 不花一分钱,这样一来还能节省不少开支呢。 并且比起玻璃瓶罐的调料瓶,它要实用得多,再也不用担心掉在地上面摔碎了。 不仅可以撒在碗里面,看到非常的细腻均匀,我们把它撒在我们的桌子上面,撒出来的调料非常的细腻均匀,不会出现多的多少的少的情况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可以在药品的外面,贴上调料的名字,比如说食盐味精等等,这样就可以分类了。 一看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调料,用它把调料装起来,既可以很好的防潮,而且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。 怎么样是不是做梦都没有想到,原来家里面用完的废旧小药瓶,还有这么多的神奇妙用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,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,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。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,点击我的视频头像,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,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 别忘了关注我哟,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了。